不同的產品、不同的服務 你想得到、買得到的 他們都會找來測試 做這麼多都是為消費者把關 小委會每個月都會舉行一次例行記者會 公佈不同產品的測試結果 看就容易,做又是否容易呢? 不如跟著我們一起看看 小委會的產品測試報告是怎樣完成的 等等,不是做測試嗎? 為何突然間跟總幹事Happy Hour? 沒有搞錯,因為這次測試的對象是他 其實我們已經想了很久去測試啤酒 因為啤酒可以說是在社會上 社交又或者是一個很受歡迎的飲品 如果我們宏觀回海外 例如德國、常喝啤酒的地方 德國、英國、澳洲 其實消保組織都不時去測試 啤酒裡面的酒精含量 它們有沒有一些有害物質 它們有安全性 所以我們今年決定要測試啤酒 既然要做測試 我們就跟著它來找測試的樣本 即是來超級市場買啤酒 我們就要去一些大大小小的賣啤酒的店舖 例如超級市場、不同的店、飲品店 就去搜集看看哪些是最普遍的 或者受歡迎的品牌 我們不能夠做完所有市場上的產品 所以都是盡量精挑細選 選一些比較普遍的普遍的啤酒 選了之後就需要去買 買的都不是買了兩支 都要買比較多的樣本 幾十支 因為有些是給實驗室做測試 正所謂術有專攻 做測試之前 小委會還會根據實驗室的認可資格 報價和實驗時間的長度 找合適的實驗室合作 今次的啤酒就交給他們 SGS 整個測試的項目 我們第一個部分會先成立一個專責小組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專責小組 是因為今次的項目 我們需要有一個高度的保密性 所以我們有一個特別的小組去進行 講了這麼久 今次測試的對象就在這裏 實驗室人員首先會把樣本倒出來 放進去樣本瓶那裏 同時他會先就著樣板裏 先去做一些目測 看看樣板上會不會有些異常的破損 或者可能一些發毛的情況 甚至乎會不會有些液體的適漏 我們同時會把所有啤酒產品的樣品 標籤和品牌會撕走去 以除了它 然後我們取而代之會用其他樣品編圖 去代替了原品 這個是確保整個的測試裏面 都是有一個高度的公平性 下一步就是進行測試分流 今次的啤酒樣本會分別測試 它們的微生物含量和化學成分 今次的微生物的測試 我們主要是會做啤酒裏面的腐敗菌 另外在化學測試裏面 我們都會細分兩個主要對別的測試 第一個化學測試裏面 我們會進行一些和營養有關的測試 另一邊我們都會進行一些和安全性有關的化學測試 今次的化學測試在安全性裏面 我們主要是針對一些分菌的毒素和生物案 這些很特定的測試裏面去進行 透過專業的儀器分析就會得出相關的數據 整個的測試我們完成之後 我們的同事就會做最後的後期的測試的數據上面的檢查 核對 確保所有的參數數字裡面都是準確無誤之後 我們會將整個的測試的報告和一些測試的分析的數據 交給市委會去做他們的後期的分析和研究工作 整個的測試流程大概歷時 大概六個禮拜至八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你以為這樣就完了嗎? 少年你太年輕了 每一次測試完成 少委會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我們正式將這份報告去面世之前 其實我們會將測試的報告 交給品牌的供應商 給他們一段時間去回應 與此同時就回開始撰寫我們的報告 寫完之後 其實都要給我們公司的設計師 他們去排版 各樣各樣 這樣才出 當我們由我們出報告審批 買版做測試 然後當我們發布報告的時候 其實都起碼半年或以上 因為整個過程都不簡單 每一次測試背後都不容易 更加不要說 消委會一做就已經做了幾十年 1974年成立的消委會 今年五十歲 消委會五十歲 Happy Birthday коваты 三十多週間 買一些探寄 大廠 用